歐洲治安真的像大家所講的這麼的可怕嗎 COOCOO大家好我是楊青 沒錯我今天來討論的主題就是 歐洲治安這個問題 為什麼我不來討論法國治安呢 因為法國是出人名的不好嘛 那如果我們到這些治安比較不好的國家 或者是就算是治安你覺得比較好 可是多少還是會發生像 搶劫或是偷切的事件 現在來告訴大家我在歐洲旅遊的時候 我都是怎麼準備我的旅行 行李問題 除了你身上帶的大行李包包 或是你是背包客你背的大貨背包之外 最好最好身上帶一個是隨身的小包 像我的話我都會帶一個這種包 或是帶一種 這種包出門 這個的話它就是我的隨身小包 我在裡面會裝錢跟我的護照 現在裡面是裝我的台幣 因為我們旅遊有分夏天跟冬天 冬天其實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冬天天你可以去買那種很隨身的貼身的小包 然後因為你衣服穿得多 所以相對來說小偷也會比較難偷 可是夏天的話就會比較難處理 因為夏天你不可能會穿很多衣服在身上 因為像最近歐洲超熱的 昨天可以到三四度 非常的熱而且又沒有冷氣 你不可能穿一個非常厚的外套在外面走動 所以我都會建議大家帶個這種的 隨身的 它是掛在脖子上的包包 或者是說如果你沒有這種你也不用特地去買 其實你可以帶這種比較貼身的大包 男生的話有那種鞋背的那一種 像我如果到了城市 尤其是在城市裡面偷竊案或是搶案 通常都會在都市裡面 因為觀光客多嘛 下手的肥癢就多了 我通常我一到都市之後我就先check in check in 之後的話我就會先把我的大行李 後背包 或者是說把我的行李箱 或是把我的旅行袋 就先寄放在飯店的櫃台 然後我身上就只會帶一個包包 我不會再帶後背包 因為後背包你背在後面你真的不知道它什麼時候會被打開 我都會帶這種包 因為你可以隨時的把你的手被壓在 你的這個包包上面 就會減少很多被他們下手的機率 然後最好都是找這種拉鍊的 它沒有辦法輕易打開的 你不要背那種漱口的 或者是翻殼的那一種 那種其實相對比較起來的話 安全性就沒有那麼夠 所以盡量都找這種拉鍊包 然後是斜背 你可以把你的手背按在你的包包上面的這種包型 會比較好 然後出門的時候我不會帶太多錢 就算我身上我帶了很多錢 因為我也是不喜歡換鋁資的那種人 我都是帶著現金出門旅行的 尤其是如果你是背包客 你可能要出來玩兩個禮拜 或是出來玩一個月兩個月 這種就是你會帶很大量的錢財的人的話 那就是看你怎麼取捨 你想換鋁資那你就換鋁資 那如果你不想換的話 像我的話 我會把錢塞在很多不同的地方 所以說就是分散風險 這是大家都懂的 然後我只要出門 我就是抓一點點的錢 我可能會抓個50歐 因為你出門一趟 你不會花太多的錢 你就是帶50歐 然後帶一張信用卡 這樣就夠了 你就不用再帶其他的東西 50歐的話就盡量換成是零錢 或是換成是小命額的 可是10塊或是20塊 然後換很多的硬幣 因為換硬幣會比較好運用 你看到的搶案或是偷切案 基本上80%都是發生在地鐵 所以你進到地鐵的時候 你千萬千萬千萬要小心 不要玩你的手機 我知道很多人就是可能會查 說我要查那個 Google我要查怎麼走啊 我覺得你要查的話 你倒不如你在大街上 你靠著牆 我的話我在大街上 我都是在大街上查 然後我靠著牆 我在進地鐵之前 我就會先把我下一個站 先看好 在進地鐵車廂之後 你就不要再把你的手機拿出來玩 或什麼之類的 我所聽到的犯罪手法 有三種在地鐵裡面比較常發生的 第一種就是 站在地鐵裡面 或者是你坐在椅子上 他從後面伸出第三隻手 在摸你的東西 或是把你的寶寶隔破 這是我們比較常聽到的 第二種就是你在玩手機的時候 他從後面或從前面 把你的手機這樣搶起來 所以說如果你進到地鐵的時候 你要慎選地鐵座位 不要選在門的旁邊 也不要選在背對門的位置 因為你不知道誰會進來 你坐在門 你坐在閘門的旁邊 你玩手機 你的專心一翼就會 只專注在你手機上 你不會知道有 前面有一個人會伸出手拿你的手機 或是後面有一個人伸出手拿你的手機 所以說你接到地鐵的時候 選好位置 然後手機不要亂拿 最好是都放在口袋裡面 口袋裡面 口袋最好是都是有拉鍊的 或是你像我一樣 放在這個包包裡面 然後拉鍊拉起來 然後用手把包包壓住 這是最好的 第三種手法就是 三人小組一組的 在你下車廂的時候 他會三個人把你圍在一起 然後對你上下騎手 然後摸你身上的錢財 如果你是一個人的旅行的話 那你要小心 要注意 真的要注意安全 遇到不對的事情就大叫 大叫就對了 接著我要來講幾個 我們比較常聽到的 犯罪手法 或是詐欺的手法 第一個是幸運手環 什麼是幸運手環 就是他們會 跟你推銷那個 一條 就是我們類似手邊的那種手環 然後就說 啊當然你手上覺得很適合 然後就綁起來 然後綁起來就是死結 就打不開就讓你付錢 而且你是隨便任他喊 就變肥羊任他宰 幸運手環會在很多很多很多 國家存摸不是走在法國 法國的話最常看到幸運手環的地方就是 聖心堂 所以如果你們有去紅模仿 或去聖心堂的人的話 請你們一定要注意說那些販售 幸運手環的黑人 他們其實很愛在找 他們其實很愛找亞洲人下手 因為 亞洲人就肥羊嘛 這個的話其實我覺得這個還蠻好拒絕的 像我去聖心堂的時候 我就有跟我媽說 這一代聽說有很多黑人都在賣幸運手環 所以說你盡量不要跟他們對到眼 不要對他們笑 反正他對你們講話你也不要看他 你就是照樣直走走 你如果是你跟在我後面就好了 然後我發現 他們其實沒有很勤勞 因為我跟我媽算是很早起床的那種人 所以說我們早上 八點就起床 然後我們八點就前往聖心堂 我們到聖心堂的時候還沒有半個黑人 你看他們多懶散 然後我們逛完聖心堂出來 差不多九點十點過 好像十點十一點的時候 他們才漸漸出來說 現在還上班會不會太晚啦 像我們所說的 就是你經過的時候 他就嘿 Pity girl Pity girl 這樣子 然後我就說不要理他不要理他 然後你就把你的手插在你的口袋裡面 就不要理他 你也不要伸出手 你也不要回應 你也不要停下來 你就是走你的路就好了 第二個是我在英國遇到的 如果大家有來歐洲過的話 你會知道歐洲的街頭藝人是非常盛行的 可是他們街頭藝人其實很兇 如果你善意 如果你善自的 拿起你的照相機跟他拍照 他會不顧很多的觀眾 他看到你拍了 按下快門那一瞬間 他就會下來跟你要錢 所以說 如果你有看到喜歡的街頭藝人 你想拍照 你最好就先給錢 如果你不想給 那你就不要拍照 倫敦這個手法的話 其實你在很多部落格 你上去打 你會發現有很多案例 他是怎樣 他是 會有一群人 他打扮成卓別林的樣子 就找這樣 然後他會在大笨中的附近 就是大笨中前面不是橋嗎 他會在橋上附近 不斷的走來走去 然後 因為大家都會拿照相機照大笨中 或是我拿照相機跟大笨中 自拍合照 或是大家一起合照什麼之類的 他就會亂錄你的相機 然後就跟想跟你 耶耶耶拍照這樣子 尤其是很愛搭監 然後跟你拍照 可是當你按下快門那個瞬間 他就會變臉 然後他們通常都是一群人 五個三個這樣子 然後就會把 拿相機的那個圍住說 欸 你拍了照 你要付錢 因為我在出門之前我有爬文 所以我知道說 在大笨中前面會有 這樣的一群人出現 結果我照大笨中前面的時候 還真的真的有 而且他試圖想要跟我們拍照 我們就說NO 如果你真的不小心拍了 因為他們真的看起來很和哀可親 可是他們是拍完之後會變臉 然後你真的拍了 我跟你講 你就距離力爭 你就跟他說NO 然後你就把照片當場刪掉 如果你是女生 或是你是單獨一個人的話 那你真的要請你多多注意這件事情 然後多多注意安全 街頭藝人 不要亂拍 也不要甩一遍輕易的合照 給你食物餵小動物 給你食物餵小動物 也是千萬不要拿 尤其是你到義大利 你到米蘭前面的廣場 或是你在 聖母 巴黎聖母院前面 也會有人會抖售 然後鳥飼料叫你去圍格子 當他給你的時候他問好心 可是當你餵的時候 他餵完之後他就會跟你要錢 就說你剛剛餵了 那你要付我錢 而且你也是認他宅 因為 你們沒有談好價格 在歐洲 如果有任何人想要試圖 給你一個東西 然後是免費的時候 或者是他沒有講任何話 他就給你一個東西 千萬千萬千萬要先問 不要輕易的接受 接著是 問卷 問卷這件事情 真是超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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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國家都有 問卷手法會有兩種 一種是老人 或是婦女 一種是 小孩 小孩就很可怕 小孩通常都是一個小集團 然後他會拿一個板子 問你說 阿叔叔你可以幫我填 幫我簽名嗎 或者是說 阿這個是哪裡之類的 然後就會 當你把 那個大板板 拿到你面前的時候 他就會 手就會伸到板板的下面去拿你 搜刮你 桌子上 搜刮你桌子上的東西 所以大家 千萬看到小孩 真的不要掉以輕心 尤其是拿著很大的東西的小孩 然後是成群結隊的小孩的時候 然後你在巴里嫂嫂遇到的問卷 幾乎都是吉普賽的女生 就是比較 年紀比較大的媽媽們 感覺比較像中東那一掛的 可是他不是中東 他是吉普賽人 他都會用一個很破破爛的板子 夾著一張很破破爛爛的紙 然後給你一張很破 破破爛爛的筆 然後要你簽名 這個在很多國家都有 這不是只有在法國 這有在法國 這有在西班牙 有在意大利 有 接下來的故事 是我在意大利的佛羅倫斯遇到的 我覺得他應該 他絕對是詐騙 我在佛羅倫斯的時候 有一天早上 我們爬完了 聖母百花大教堂的鐘塔之後 我們要前往比薩 前往車站的路上的時候 就有一個女生 穿著制服 他是穿著Polo衫 然後上面有印Logo 然後告訴我們說 我們有一個支持愛滋病的活動 那可不可以請你們來幫我們簽名 連署我們才可以達到什麼什麼什麼之類的 支持一下簽個名而已 應該沒有怎麼樣 所以我們就說好 sure沒問題 然後我們就走到他們那個 小攤位 他們是一個長桌 然後會有四個女生在那邊 然後會有其他的兩三個女生在旁邊拉一些遊客 拉路上的人 然後我們就走到那個桌子前面 他就說喔 就是請你在這邊簽名 就在一個人一個板板上簽名的時候 我就看了一下 因為我的朋友他們兩個可能 警戚比較少 然後他們就簽完之後 我就看了一下 恩 他上面的簽名欄上面有一排文字說 當你簽名之後 你又要給我們一個人四十歐 我們身上旅費也沒有到四十歐 我們一天旅費也沒有到四十歐這麼多 然後你要我們一個人就給你們四十歐 然後我就說 欸等一下 我們先不要簽 這個是什麼 為什麼要給他們四十歐 然後我們就看到問卷前面 我們就看到問卷的前幾頁 或是你簽名的前幾個人 他們都會寫名字 然後後面寫金額 然後我們就說 為什麼你們當初 恩 剛剛在 剛剛在那邊那個女生跟我們講 我們來這邊簽名是 FREE 就是不用給任何的錢 然後不用做任何的事情 只要簽名就好了 為什麼現在又冒出一個四十歐 然後我們就開始跟他講說 那我們就不簽了 因為我們沒有那麼多錢 然後他就那個女生就笑笑說 啊那沒有關係沒有關係 那你們不要四十歐 你們三個人 然後簽名你們一個人二十歐就好了 然後我們就說 二十歐還是很多啊 這樣子就六十歐咧 然後我們就說 NONONO 我們沒有那麼多錢 然後我們就討論了一下 然後我朋友其實也可能覺得很不好意思 然後我就 覺得有點怪怪的 我就說 如果你們覺得你們不要 那你就說不要 因為我不要 然後他就說 NO THANK YOU 我們就不要 然後就說 那我們到最後 因為他很如 那個女生非常的如 我們就跟他說 那我們三個人 我們給十歐 我們就派一個代表簽名 然後派一個人就寫了十歐 你就把十歐給他當場其實臉色有一點變 在我們簽完名走了之後 剛剛在街上拉我們那個女生 就對我那個簽名的朋友 給錢的朋友就說 啊 YOU ARE SO BEAUTIFUL 我就覺得說 太現實了吧 為什麼我會覺得他是詐騙呢 因為當我們回城 我們從 因為我們是住在佛羅倫斯 所以我們從比薩灌完之後 回到佛羅倫斯的時候 已經是下午了 我發現他們在佛羅倫斯有 不是只有一組人 他們有很多組 然後在各個不同的廣場上 然後我們下午看到的那一群人 他們的態度就非常的差 他們就很像一般路上那種 真的是 詐騙的那種人 就是 在路上會一直用說 Can you speak English 然後就是 一直很如很如 他會跟在你後面說 Can you speak English English 或是換語言 西班牙文 義大利文 或是法文 然後就講 會 一直問你說 你會講什麼語言 然後我們現在只是一個活動 然後就一直跟著你 一直跟著你 一直跟著你 而且 你不理他之後 他到時候臉色會變得非常的差 而且會非常難可 而且他罵髒話 這個不是一個要臉 需要連署的人 而表現出來的態度吧 所以我就覺得他應該是詐騙集團 然後 我們後來 我有告訴我男朋友 結果他就回去 他就說 他就告訴了我一個事實 他說 他就說 當一個國家需要連署的時候 需要的是他們的國民 而不是觀光客 大家暑假來歐洲玩的時候 不管你是羹團 還是你是自由行 還是你是背包客 還是你是一個人玩 你是一群女生 還是你是一群朋友 一起玩的時候 不管怎麼樣 大家 千萬千萬千萬 都要小心 而且要提高警覺 不要掉以千辛 不要相信任何人 真的不要相信任何人 如果你想要找人幫你拍照 請找 也跟你一樣是觀光客的 但是日本人 韓國人 都可以 因為在歐洲的日本 韓國 觀光客非常的多 所以我寧願找 Ajuma 我也不要找 歐洲面孔的 或是 歐美面孔的人 幫你拍照 因為你不知道 他們會把你相機拿了 就跑 或是把你手機拿了就跑 所以大家記得要注意喔 希望大家喜歡 今天的影片 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跟追蹤我的Instagram 還有Facebook喔 那我們就下次見 掰掰